嗨,我们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 关于杀业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知道 很多没有信佛教的朋友 可能经历了,不是太舒服 但是在这里,我今天依然 想告诉大家宇宙的正气 杀业,就这个佛经讲 在这种恶业当中 杀业为第一 所有做恶业当中杀神是第一 所有做功德的方式是第一 所以我们很多人会理解我 但我没有亲手上 我只是去吃 我只是去菜场去买 都是别人杀的 实际上这个在佛教里面就叫功业 实际上说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很好 我们每天少吃一餐肉 实际上也不会影响什么 为什么大家不能去减少这个生命 你想想每天人间所杀的动物 特别是这个 十三亿能渴 想想我们十三亿能渴 在桌上每天所杀生的众生的生命 你想想人间真的是邪悦真好 你看世界为什么会有战争 佛教有一句节目讲的非常好 《千百年来》 《千百年来》 《万里的恩怨》 《冤生四好恨难平》 《用之四间刀兵节》 《荡庭图门夜门生》 这一首节语所讲的意思 《千百年来》 《万里的根》 这个好吃的肉 那这些肉怎么来呢 众生被杀了以后 第二句讲 怨你大海的生 那个恨 众生被杀的那个恨 怎么样也能平复他心灵的恨 这就是我们的 你要知道世间这些战争 战争是怎么来的 淡庭 半夜 所有的屠宰者都在半夜去 审杀众生 天亮如老才是怎么去耐用 所以淡庭图门夜门生 这是极其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在讲 世间的一切的灾难 是来自于我们的杀严 我们今天所讲的杀严 来自的古城书 然后要说这个火 所以你看这个中国人 除了人不吃 就没有不吃得动 什么都吃 之前我们在说生意的时候 我听到人说这个河脑 我在这里讲 我的路云里讲 人怎么吃这个河 残忍化的机制 再就是你看 这存在 叫残忧 都可以残的吃 所以中国人 你看这个鸡爪 什么什么都吃 没有不吃的东西 所以这个呢 过去 你看这个经济条件不好 大家可能一星期吃一年 等着也没那么多病 好了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大家吃 这么多早餐也吃肉 中餐也吃肉 晚餐也吃肉 吃的这个三高呀 吃的这个咸糖呀 对吧 你看这个三高标准的就是 大家讲是个富贵饼 吃出来的 所以你看现在 特别现在的动物 哪里能吃 现在那个小鸡小鸭 都是催生的 十几号十天就开始吃 那个猪啊 都是打极术 最近网络上没讲的 这个人就更残了 到了就没办法去说了 给猪灌血 给羊灌食 用冲气腔给羊 一次先冲几斤食物 到这个羊的这个位置 这个为了卖高这个价格 这羊的惨叫 最后也把别人的举报 有关不能 去把这个窝里给挖 你说这个人哪 怎么能残忍 吃什么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想劝来 我们能够一天吃一餐肉 就尽可能少吃一点 先不要说你造就了多少的撒烈 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吃坏了 你也没有必要 所以我就在这里 今天我特别希望 跟大家去分享这个 千万千万少三世 你想要你把别人的生命送 你的生命能藏住你 你的生命能藏住你 所以为什么佛教经常举行 但是我们要帮生命的事 救别人的生命的时候 就是在延续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网络朋友 和我们的友人 建了这个世界的话 希望大家潜手这个撒烈 你吃肉就是什么撒烈 你不吃怎么就能撒 所以只因为你吃了 才有人去撒烈 所以大家减少这个撒烈 就是少吃肉 多吃肉 对身体好 对环境好 对这个地球 也是很大的保护 所以在这里 希望这一节课 能够给大家 本来我们来自于佛教的 是分享的敬礼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享受 愿意 幸福 拜拜